大家好,又是文輝球試本時間 亞歇杯分組賽,賽前未被看好的東方 連續兩場都以同樣比數3比1 分別擊敗李文和台南FC 來戰兩勝晉級 成為歷來第五支晉級亞歇杯淘汰賽的香港球隊 今集就和大家說說香港球隊 歷來參加亞歇杯的成績 亞洲祝協2003年 將亞洲公館球會杯和亞洲杯賽冠軍杯合併 然後在2004年,創辦亞洲祝協杯 成為僅次於亞冠杯,亞洲第二級球會賽事 當年香港球壇,兵值神喜魚丸爭霸年代 兩隊自然成為各種亞歇杯常客 在本地聯賽和杯賽,神喜和魚丸互有勝負 不過在亞歇杯方面,神喜成績比魚丸好多了 2005年,第二屆亞歇杯,神喜率先創出界職 戰力分組賽以三勝三和不敗戰職 小鐘首名出線 8強面對黎巴嫩球會亞爾阿哈德 首回合作客先輸0比1 次回合回到主場以3比1勝出 總比數3比2晉級 4強對著另一支黎巴嫩球會亞爾內澤密 就沒那麼好賽 首回合作客大敗0比3 次回合回到主場再輸2比3 尊敬4強止步 不過亞古沙表現出色射入7球 令他有機會入選客馬龍集訓隊 去到2009年,南亞分組賽成績5勝1和 以近乎無敵姿態,輕鬆晉級淘汰賽 16強再以4比0大勝新加坡內政聯 8強遇上,烏茲比克球隊尼夫智 首回合入球數緊輸4比5 這回合大球場主場在2萬多名鼓眾打氣下 卡里祖開球2分鐘就先開始記錄 成功守住1比0勝果 南亞拍著作客入球優惠,驚險過關 首次最新阿血杯4強 4強面對科爾特SC 首回合作客一度落後0比2 出席保持階段追成1比2 取得一個重要作客入球 從而進級決賽希望 這回合開球前2小時 全部門票已經受刑 在香港大球場重建後 足球飛背院賽第一次爆破 南亞隊長李海強 下半場曾經用後端四入 可惜被誤判越位慘食炸糊 之後還因為空群而出 被科爾特SC一次突擊得手 輸0比1 因為球證誤判而失去決賽資格 難怪羅生完場後 勾到踢水樽涉罰 2014年輪到結智取得突破 分組賽四勝一和一負 首名資格晉級 16強2比0淘汰印尼球會 阿雷馬 8強對著越南球會寧平 首回合贏4比2 次回合雖然輸0比1 但仍然以總比數4比3晉級 成為歷來第三支 殺入阿易杯4強香港球隊 總決賽 阿坎伊拉克球隊2比2 首回合作下錯為1比1形勢大好 次回合旺角場主場 就算落雨仍然爆棚 或者因為門將王振鵬犯錯 輸1比2隱恨無緣進身決賽 2015年 南華和傑治雙雙都在8強止步 2016年 傑治16強出局 南華就連續兩屆都在8強被誘惑淘汰 之後兩年 香港球會 升這一滴阿冠杯分組賽 並沒有各作壓協杯 到2019年 傑治和大埔 和北韓競女425同組 結果雙雙在分組賽出局 2020年 比賽就因為疫情被迫中團 直至去年 李文在分組賽三戰全勝 利壓東方、台南FC 和蒙古220體育會 首次晉級淘汰賽階段 李文首員輪空 在跨區決賽 對著烏茲別克聯賽亞軍 拿薩夫 經過激戰120分鐘之後 以2比3力戰而敗 香港球會 再次和阿日杯決賽 圓下一面 東方今年 首次晒入阿日杯淘汰賽 將會對著中華區勝放 無論是烏茲別克 還是塔加克球隊 都一定不容易應付 看看東方 今次比賽 能夠走多遠 今次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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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